我一直以为女友是最清纯的小白兔 没想到却试着骚到骨子里的反差表 她居然半夜在厕所里给她继胸开视频 穿着性感女仆装 扭来扭去 用夹子音轻呼 主人 快 快来吩咐奴家吧 然而给我戴绿帽子还不够 她还要我给她继胸垫付五十万彩礼 否则就不结婚 我一万的草泥马奔腾而过 结婚 想批吃 一对狗男女 准备迎接暴风雨吧 正文开始 晚上酒喝得太多了 睡到一半口渴得要死 从床上爬起来找水喝 结果发现女友不在 我揉了揉剧痛的脑袋 出了卧室门 发现卫生间的灯亮着 我寻思着肯定是女友在里面 也没过多在意 结果刚准备接水 厕所的隔断玻璃门就砰的一声 我转头一看 女友两个圆圆的阴影紧贴着玻璃门 还在不停地上下扭动 这种磨砂玻璃门 稍微有点距离就看不清楚 但是一旦贴近 轮廓很容易就能显现 女友今天居然穿了女仆装 她什么时候买的 她为什么会买这种东西 平时我刷视频的时候 偶尔跳出来几个性感美女 她都会掐着我的脸说恶心 怎么今天 我身体的血液逐渐沸腾 以为这是她给我准备的小惊喜 结果正当我准备冲进去享用的时候 女友发达的声音出现了 主人 快 快来吩咐奴家吧 我愣了一下 然而这还不是最炸裂的 女友的声音过后 卫生间里就传来了一个喘着粗气的兴奋音 啊 妹宝 我好了 王八蛋 我瞪大眼睛站在原地 久久没回过神来 水杯都被我捏出了咯吱咯吱的声音 垂死病中经做起 绿帽竟是我自己 这个林思琴 根本就不是什么纯洁少女 而是个彻头彻尾的反差表 我也万万没有想到 她出轨的对象居然是她的继兄 她继兄林子涛被炮轰过式的声音很有辨识度 林思琴是后祖的家庭 18岁亲娘没了以后 她爸就又娶了个后骂 林子涛是被带来的 以前姓姜 据我所知 他们在一起生活过最少三年 我的脑袋都快炸了 林思琴不会也被她继兄骑了三年吧 操 恶心 妹宝 绿帽子睡得挺香啊 你这么折腾 她都没发现 没有 她晚上喝了点酒 睡得像头猪一样 我偷偷出来的时候 给了她一嘴巴 她都没发现 还以为是我亲她呢 嘻嘻 哈哈 这个二伙 妹宝 我超喜欢现在这种状态 答应我 一定要跟她结婚 这男人好骗 咱俩也能一直保持这种关系 好的主人 那主人下次什么时候 伺候奴家呀 哎呦宝贝 你别这样 我又要受不了了 明天 明天你就带着这个绿帽子回来 我要在隔壁屋 狠狠地要你 嗯想想就刺激 我被这两个人渣的对话 搞得心态炸裂 人怎么能无耻 变态到这种地步 即便没有血缘关系 可我不是个死的吧 把我当空气嘛 林思琴 我 天上算是把你看走眼了 我怒发冲冠 恨不得现在就冲进去 对着林思琴 一顿暴揍 再把他俩的破写丑事 公布出去 但是 不知道为什么 我突然又冷静了下来 仔细琢磨 这样不行 太便宜他们了 我之前好像听林思琴说过 林子涛刚谈了一个女朋友 女孩长得漂亮 楚楚动人 关键家里有钱 他爸妈很看重这门婚事 我轻轻握紧拳头 嘴角微微上扬 眼貌寒光 一对狗男女 准备迎接暴风雨吧 不报复回来 我是不为人 我回到了床上 林思琴进屋后凑过来 偷偷看了我一眼 见我没什么反应 连忙把女仆装脱下 装进了一个废袋子里 宝贝 你干嘛去了 我假装迷迷糊糊地问了一句 林思琴明显颤抖了一下 半夜肚子难受 去了趟卫生间 老公 你感觉怎么样了 还好 就是头有点疼 对了 跟你说件事 我从床上爬了起来 微弱的灯光下 林思琴的脸上还带着潮红 她发现了我的眼神 连忙摸了摸脸 天有点热 老公你想跟我说什么 呵呵 也没啥 最近我家里催得紧 所以想去你家 跟你爸妈谈一下结婚的事情 明天嘛 林思琴好像很激动 我笑着点了点头 对 明天就去 我已经等不及了 好的老公 听你的 林思琴躺下一起睡了 但一直来回翻身 好像辗转难眠 而且腿 还不停地往一起蹭 这个婊子也等不及了 第二天 我精挑细选买了点东西 带着林思琴去了她的老家 她老家在农村 民风淳朴 几乎都是老老实实的庄稼人 但是可不包括她的后妈 她后妈好像是从什么大城市过来的 光是穿着 都跟农村格格不入 那可不是前卫 试问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女人 整天浓妆艳抹 穿着大吊带在农村田地里晃悠 那种冲击感你能想象吗 没错 说白了就是浪 又丑又浪 而且还很刁钻 记得第一次去她家的时候 明里暗里嫌弃我买的东西少 硬是逼着我额外掏了五百块钱才作罢 我那未来老丈人老是 半竿子打不出个屁来 基本是任由这个女人胡作非为 郑林来了 来得正好 你叔叔去果园摘果子 你赶紧把东西放下过去帮帮忙 我刚进家门 连口水都没来得及喝呢 林思琴后妈就扭着臃肿的腰走了过来 大手一指 就把活给吩咐了 也没给我说话的机会 扭头就招呼她儿子过来 子涛 快把这些东西收起来 放到厢房里 等改天你去拜访女朋友家的时候拿上 可不要在外面放着啊 免得刚拿过来还没误热乎呢 就被人拆开吃了 林思琴后妈话里有话 我知道她是在说我 上次来的时候买了一箱子高端饮品 中午吃饭因为不能喝酒 我那老丈人就提议拆开来喝 事儿就这么来了 但是你压得作为一个女主人 不知道怎么招待未来女婿吗 收了我的东西没有感谢的话也就算了 还当着我的面要送给你未来儿媳妇儿 这么向着你儿子是吧 好 我假装帮林子涛提东西 到了厢房的时候 我跟他说 大舅哥气血不错啊 林子涛哈哈一笑 瞥了一眼厢房外的林思琴 只要心情愉悦 气血自然就好 我陪笑一声 从口袋里拿出来了一个蓝色包装盒 神神秘秘地塞给了林子涛 大舅哥 这是我特意给你准备的 什么东西 林子涛好奇地想要拆开 我把他给拦住了 小声对他说 听说大舅哥最近除了的女朋友 这是增加战斗力的 杠杠的 你别闹了妹夫 我身强体壮的 还用得着这玩意儿 哎 效果是不一样的 用之前擦一擦 试试就知道了 我露出了一个坏笑 怎料林子涛露出了比我还兴奋的笑容 还带着深意地点了点头 妹夫 哈哈 那我 可不能辜负你的好意了 我会尽快尝试的 应该的 谁叫你是我大舅哥呢 我不会告诉他 那东西是我千挑万选 特意帮他配置的 试金上面 加了珍珠棉 你怎么磨磨蹭蹭的呀 都说了你叔叔去果园了 想当别人未来女婿 眼里一点事都没有 林思勤后妈见我一直耽搁 指指点点地走进厢房 几乎是把我拉出去的 把我拉到门口后 又吩咐道 回来的时候买点吃的 我想吃大肘子 再买两斤小龙虾 两斤螃蟹 我给你买个鸡儿 你吃不吃 你说啥 老女人虎目圆睁 我笑道 沈 我说给你买个鸡 你吃不吃 不吃 老女人没好气地甩了一句 我点了点头 拉着林思勤一起走了 林思勤确实是不想走的 但是我不在现场 好戏绝不能上演 说什么也得拉走 然后我俩 跟我那未来老丈人 中午的时候才回来 老女人想吃的东西 我给她买了 不过在里面 加了一丢丢的蟹药 我找借口说要上厕所 林思勤拎着吃的进屋了 有些人可能知道 农村老宅的洗澡间和厕所 是共用的 水直接从旱侧就流下去了 林思勤的家里 就是这种结构 而且洗澡用的 也不是太阳能 就是那种简陋的 黑色热水袋 我迅速从口袋里 拿出来两包 已经准备好的粗盐 倒进了热水袋里 珍珠棉那东西 有很多肉眼看不见的尖锐物 能够刺破皮肤 导致过敏 发痒 一旦中招 就必须通过洗澡缓解 盐水呢 具有消毒杀菌的作用 我顿时觉得 我这个人还怪好的 别看我未来老丈人 刚农作完回来 但就跟生产队的驴一样 马上就开始做饭 一点空闲的时间都没有 思琴妹妹 你来一下 我跟你说点事 林子涛憋不住了 脑袋探进屋子 朝着林思琴摆了摆手 林思琴居然还装了一下矜持 啥事 哎呀你过来就知道了 则 神神秘秘的 有事直说不就行了 林思琴嘴上埋怨着 身体却不由自主地 跟林子涛钻进了东屋 真可谓是装你妹啊 我得意地搓了搓手掌 静静等待好戏上演 这时候老女人走了过来 拎了瓶矿泉水 随意地放在了炕上 郑琴 神想跟你聊个事 她坐上炕炎 敲起二郎腿 放肆地吃起了小龙虾 这小龙虾的味道 我咯噔一下 心想这老女人的嘴这么好用啊 难不成被她吃出来了 这小龙虾的味道真不错呀 从哪买的 哦 老李超市 我暗自唏嘘 老女人点了点头没再说 接着问我 你有没有跟思琴结婚的打算 这句话让我犹豫了片刻 老女人轻易不关心这些事情 毕竟林思琴也不是她的亲生女儿 现在突然这样问 肯定没憋什么好皮 嗯 有这个打算 老女人点了点头 好 有些事情我就跟你直说了 结婚可以 但是彩礼 我们要五十万 我微微一愣 卧曹 且不谈你这个后妈有没有发言权 就算有 林思琴浑身的零件都卖了 能值五十万吗 我好奇地问她 沈 据我所知 这边的彩礼 顶破天也就十万吧 你别管这边多少钱 我还有个儿子呢 我考虑的东西比你考虑的要多 你大舅哥最近处了个女朋友 女朋友家里有钱 人家要面 开口就要五十万彩礼 我们家里的情况你应该也都知道 哪有那么多钱 所以 这钱必须你给 当然了 虽然女方家里有钱 婚后这五十万 我也不一定会退给你 毕竟你丈人跟我也得仰王 好家伙 我才知道 她这是给她儿子要的钱啊 五十万 许渊为什么不去庙里 当然了 这种话用不着直说 我又不想跟林思琴结婚 都太完完得了 于是又问了一句 沈 我大舅哥也不是板设 为什么养老的钱让我们出 你别问这些没用的 想结婚就拿钱 如果不想也没关系 有的是人惦记着私情呢 老女人白了我一眼 你可考虑清楚了 如果将来子涛跟他女朋友成了 那可是大户人家 你们有的是机会攀关系 话越说越高傲 仿佛是他自己要嫁入豪门了 八字还没一撇呢 就开始装了起来 我在内心嘲讽 你跟你儿子要是能得逞 我倒立洗头 九 现在不说话是什么意思 我当你是默认呢 还是主动放弃 见我一直不言语 林思琴后妈显然有些坐不住了 我心想你不得给你儿子 跟妓女一点开场的时间吗 小爷我就是为了跟你拖时间 胡砍呢 琢磨着差不多了 我扭头看了一眼对面屋 沈 这件事我觉得 还是征求一下 思琴的意见比较好 有些话我确实不应该直说 但既然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 我想您也得注意一下 您的地位 毕竟是后妈那位 是妓子 对吧 你什么意思 林思琴后妈 急事白脸地站了起来 我连忙笑着安抚 您别激动 我家里的情况 思琴肯定也跟你摇过 也没什么钱 这五十万彩礼 她如果同意的话 我当然会想办法给 只不过以后这饥荒 我不晓得 她愿不愿意承担 林思琴 她这后妈 好像要捏死林思琴了 在西屋扯着嗓子大喊 比亲妈还好横 见林思琴没出来 更是直接走到了门前 扭动门把手就要进去 结果发现被锁死了 咚咚咚 你们两个在里面干嘛呢 开门 房门很快就被打开了 林思琴脸色煞白 像是被吓的 这时候连忙解释 门没锁 好像是锁头出问题了 我的注意力没在她的身上 迫不及待地 全放到了林子涛那里 此时的林子涛 脸红得跟过敏了一样 还在不停地挠 她肯定是抓痒的时候 无意间又碰到了脸 扩散了 我憋着笑走上去关心 大舅哥 你这脸怎么了 林子涛看我的眼神里有怨毒 但是她肯定不敢直说 是用了我的湿巾 只能故作镇定地搓脸 没事 突然有点痒 哈哈 是光连痒吗 想法刚过 林子涛就借口要溜 她应该是想去冲走 我直接拦住了她 现在可不能让她走 他妈的泻药还没犯劲呢 我看这两个没有啥底线的人 能不能更进一步 一个冲枣 一个蹲坑 共同进行 嘿嘿 大舅哥 你还不能走 你还有啥事啊 林子涛表情僵硬 像是随时就会发火一样 刚刚我沈说了 料咱们在一起聊聊彩礼的事情 你们聊就行了 林子涛蹭着腿 又准备逃跑 不行 你走了 没法聊 我强行拽住她的胳膊 说什么都不肯放她 林子涛被我搞得心态炸裂 愤怒地甩开了我的手 就跟白米冲刺一样 跑进了洗澡间 是我低估她的决心了 可林子涛进去没一会儿 一声尖叫就传了出来 啊 嗯 杀菌开始 林子涛的妈妈被声音吓得想进去看看 但是又被林思勤给拦住了 妈 没事 我哥就是 就是皮肤过敏了 没什么大案 林思勤肯定不想让她后妈 见到她继胸的国体 否则不就露线了吗 殊不知她这个举动会给她带来天大的麻烦 老女人在林思勤的身上打量了一番 思勤 你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 你哥呢 也有了女朋友 以前在一起打打闹闹也就算了 以后还是注意一点 毕竟你们没有血缘关系 如果被人误会的话 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而且你未来的嫂子 家里特别保守 我不希望到时候因为你 导致你哥的婚姻出现什么流言蜚语 林思勤她后妈 一心一意为自己儿子着想 强行给林思勤上了一堂思想教育课 估计是开始怀疑了 林思勤心虚极了 但是碍于我在现场 她又是撒娇 又是卖萌的埋怨她后妈乱说 但怎么看怎么像闹着玩的 如果这种事真是被冤枉的话 放个正常的女人早就破口大骂了 太假 教育完林思勤后 她后妈迫不及待地开启了50万彩礼的谈判 我特意观察过林思勤的表情 淡定 自然 毫不在乎 看来塞到骨子里了 卯足了力气准备让我当冤大头啊 还好哥淡定如水 现在别说50万 就是100万 我也能神色不惊地听你们两个许愿 与此同时 我自己也在祈祷 赶紧让这个老女人的谢要发进耳吧 等不及看戏了 阿门 阿弥陀佛啊 呜 刚刚祈祷完毕 林思勤的后妈就突然愣了一下 双唇紧紧抿着 眼神恍惚 像是在感受着肚子里的变化 然后没一会儿嘴角就抽动了起来 扶着抗炎脱到一边 夹着腿出了门 林思勤赶紧过去搀扶 绝对算得上超级好妓女 妈 怎么了你这是 肚子 肚子疼 那个龙虾 不新鲜 到了厕所门口 林子涛还没出来呢 急得他妈 想叫又不敢大声叫 低声扯着嗓子喊 紫涛 你快点 哗啦哗啦哗啦 水流的声音 把他的诉求压了下去 同时 这声音貌似让他更忍不住了 急得在原地来回转圈 其实如果换一个正常人的话 这个时候肯定会不假思索的 去隔壁借用 可奈何这个老女人走到哪儿 都不受待见 别说借用厕所了 恐怕就是在野地 也会被人拿着土壳腊杂 当然了 有别的想法的老头除外 林思琴也看着这么下去不行 赶紧朝着厕所里面大喊 但是林子涛应该是还没尽兴 足足喊了五分钟 他才从里面裹着衣服走了出来 老女人就像是脱缰的野马 甩开林思琴的手 疯了一样冲进厕所 过了有十分钟 出事出来了 不过第一时间跑去换了套衣服 方才的情况不言而喻 我是相当后悔 如果早料到会进展成这种地步 就应该用湿巾 擦擦他的胖刺的 让你成天做梦 刺闹醒你 这次午饭吃得异常沉重 小龙虾是没人敢吃了 但是他们敢吃螃蟹和肘子 螃蟹因为壳多 蟹药应该没那么大件 但是肘子我可就保证不了了 我那老丈人是正儿八经过日子的 不舍得吃 东西几乎全被林子涛和他妈吃了 这么一来 估计下午又得抢厕所 回去的路上 我和林思琴一言未发 到了家还是林思琴忍不住了 试探性地问我 老公 这五十万彩礼 可以给 但是我没钱 我回答得很爽快 林思琴的喜悦隐藏不住 他爱慕地拉住我的胳膊 抬头看着我的眼睛 老公 我就知道你最爱我了 那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把你爸妈的房子卖了不就行了 卖房子 我瞪大了眼睛 没想到林思琴 居然还打着我爸妈房子的算盘 他还真是无药可治了 那可是他们老两口的养老房 把房子卖了 以后他们住哪 农村老家不是还有房吗 回去住不就行了 我爸妈不是也在农村吗 开什么玩笑 我家农村的房子十几年没住了 都成了微房吗 还怎么住 我的脸色有些变了 林思琴的语气也略微波动了起来 所以呢 你该不会是只想动动嘴吧 虽然我现在看着这个女人很恶心 但是特别想知道她的底线在哪里 于是问道 林思琴 那是你后妈 林子涛是你的继兄 你为什么偏偏要管他们 什么后妈 继兄 他们对我很好 我好像触碰到林思琴的逆龄 她的声调一下子高了许多 我无语地点了点头 你一个好字 就让我们背负五十万外债 或是让我爸妈流离失所 你可以这样理解 反正我的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如果不掏这个钱 咱们的婚礼就别办了 林思琴负气 摔门离开 这是我们在一起同居多年 她第一次离家出走 我在窗户边看着她 发现林思琴离开小区后 马上上了一辆出租车 看吧 中午没得逞 憋不住了 师父 去一家三四五连锁酒店 她哪里知道 她的背包里 已经被我放上了窃听器 我尝试着给林思琴打了电话 林思琴挂断后 再打已经是关机状态了 我立刻打开了一个小网站 这里面都是一些另类的直播 我找到了一个专门整股的 博主绰号疯子 她是我们这座城市的人 风格很独特 每天都有上千人观看直播 我二话不说 刷了一千块 在她喊老铁的时候 我给她下了任务 让她帮我去酒店抓奸 这两个字一出 弹幕直接就爆了 卧槽 疯子你还等啥呢 就在你们城市 你还不赶紧出发 是啊疯子 如果真去了 我保证你直播间大火 别摸鸡了 你分享 快行动 疯子开始还有些犹豫 但很快被弹幕的影响 和我额外加钱的诱惑下 同意了 马上动身去了目标酒店 与此同时 我的窃听器里传来了声音 是林子涛的 王八蛋 那个王八蛋给我的湿巾有问题 咱家洗澡用的水也被加了盐 还有就是吃的 中午我妈拉肚子 下午我们两个一块拉肚子 这一定不是巧合 我们的事情 是不是被那个绿帽子知道了 林思勤沉默了许久 用犹豫的语气说道 听你这样一说 还真有可能 他以前对我为命失从 但是今天晚上 跟我大吵了一架 子涛哥哥 如果他真的已经发现了的话 你 娶我好不好 别闹了妹宝 我们虽然没有血缘关系 但是传出去 也会被人笑话的 有什么可笑的 我爱你 你爱我 这不就够了吗 林思勤好像不开心了 听他的语气 我意识到 这个女人不仅仅是为了刺激 心里爱的人也是林子涛 但林子涛可就不一样了 他跟他妈都坐着踏入豪门的春秋大梦 林思勤就是个玩物 这矛盾不就来了吗 我思考片刻 马上给主播疯子下了任务 让他冲进房间后 先给女的盖被子 尽量偏袒 我要让林子涛猜忌 让他怀疑这一切都是林思勤安排的 就是为了阻止他的婚姻大事 林思勤啊林思勤 接下来哥就让你尝尝心思的滋味 好了妹宝 这样 今晚你先别回去了 明天再探探他的口风 到时候我们再商量该怎么办 妹宝 你的女仆装拿来了吗 没有 但是我为了你 在路上买了一身性感内衣 快 快穿上 两人激烈的战斗开始了 声音不堪入耳 我有些着急地盯着屏幕 还好 这个疯子倒得也不慢 我赶紧把窃听到的房间号告诉了他 疯子完整骨简直不要太顺流 跟打扫楼层的宝洁阿姨说 自己忘带门槛了 马上就拉着阿姨来到了302门前 还没等阿姨做出反应 他就刷卡 踹门 一气呵成 顿时有尖叫的声音传了出来 画面里 一男一女赤裸着 男的惊慌失措从上面滚到一边 疯子速度快啊 还没等林子涛和林思琴继续做出反应 就一个剑步冲上去给林思琴盖上了被子 紧接着把手机摄像头对在了林子涛的脸上 王八蛋 你干什么的 林子涛怒火冲天 慌得不行 疯子拉开镜头给了他一个特写 弹幕开始霸屏 哈哈 牛逼 我全看见了 这女人身材不错呀 我目了 拍女的 拍女的 盖什么被子 把她被子抢走 快点 疯子也不恋战 把这一切都给拍下来后 闷着头就溜了 我把这一切全部录屏保存 现在握着这些证据 玩死他们没问题 也不知道林思琴后妈当得知自己的宝贝子被妓女亲手毁掉软饭盆的时候 会是什么反应 同样 林子涛对今天的事情会做何感想呢 哈哈 怎么回事 他们是什么人 林子涛慌张的声音再度出现 我怎么知道他们是什么人 能听出来林思琴同样很慌 啪 一道清脆的声音传出 林子涛咆哮 来酒店的事情除了你我知道 哪还有第三个人 声音停顿了片刻 后来就是林思琴抽气的哭声 你打我 我 TM打的就是你 一顿嘈杂的暴揍声和尖叫声如约而至 足足五分钟后 林子涛喘着粗气威胁 林思琴我警告你 不要坏了我的终身大事 我跟你只是玩玩 为了刺激 仅此而已 不管刚刚冲进来的那个是你什么人 如果今天的事情败露 老子扒了你的屁 呜呜呜呜 林思琴哭着跑了 在出租车上哭了一路 半夜回了家 回到家第一件事 就是跑进卧室扑进了我的怀里 老公 我想清楚了 我们的钱不要给任何人 我不要帮那个林子涛副彩礼 啪 我瞪着眼睛 抡圆了胳膊 一巴掌抽在了他还未退红的脸上 老子等这一刻等了很久了 原本我是不打女人的 但是这一巴掌 爽 林思琴被我给打懵了 流着眼泪 震惊恐惧地看着我 老公 你做什么 滚 我一脚把他踹到床下 林思琴你真行啊 逼着我掏五十万 还要卖我爸妈的房子 结果看我不肯 半夜离家出走 出走也就算了 电话不接 手机关机 现在又哭哭啼啼地跑回来 好像大车大悟了一样 我把你当宝贝 你把我当傻子耍 林思琴顿时心虚 他可能是怀疑 我知道了酒店的事情 异常自责地爬了过来 老公 你原谅我 求求你原谅我 我可不会让他知道这件事 毕竟林子涛的婚姻大事 还没终结 林思琴的悲剧 才刚刚开始 看着哭得梨花带雨的林思琴 我假装不忍心地闭上了眼睛 任由他扑进了我的怀里 思琴 以后别这么任性了 好嘛 林思琴的身体争了一下 嗯 我保证再也不会了 他声音微弱 说完后放声大哭 看看 这都被林子涛伤成什么样啊 两天后 我的机会来了 林思琴接到了家里的电话 说是林子涛的女朋友 要来家里面谈婚事 让我们回去吃饭 我永远都忘不了林思琴 看见林子涛女朋友那一刻的表情 自卑和不自信的样子 是掩饰都掩饰不了的 他这女朋友确实很不错 落落大方 气质高贵 第一次来就拿了几千块的礼物 可把林思琴的后妈给乐坏了 卑躬屈膝地招呼不说 还破天荒地下了厨房 他很想展示一下 但是又因为平时没怎么做过饭 怕招待不周 所以命令我 要我搞几个拿手好菜 我怎么会惯着他这个 就坐在炕上吃瓜子 老女人健壮 鼻子都快气歪了 刚准备稍微拿捏我一下 林思琴就面色不善地 挡在了他的面前 下一秒开口说的话 把我和童在屋子里 跟女朋友吹牛皮的林子涛整愣了 阿姨 郑林也是客人 不是庸人 叫了好几年的妈 突然改了称呼 这就很nice 说明林思琴已经动怒了 明目张胆地这样搞 肯定也是为了气林子涛 林子涛果然慌了 跟他女朋友陪笑了几句 就拉着林思琴去了外面 林思琴这个傻女人 身上的窃听器 她一直都没发现过 这也给了我 进一步吃瓜的渠道 林子涛小声说道 妹宝 别闹了行不行 我怎么闹了 是应该叫她阿姨啊 哎呀 那天晚上都是我的错 是我误会你了 妹宝我答应你 我结婚以后 还像以前那样爱你 好不好 你说的是真的吗 我丢 炸裂三观啊 到现在 林思琴居然还幻想着 跟他继兄保持地下恋情 这到底是恋爱脑 还是纯纯的杀笔 当然我也只是震惊一下 现在林思琴 别说跟他继兄了 就算同时跟多个人开营 批我都不会在意 林思琴得到口头承诺后 回屋就像是变了一个人 还主动帮他后妈 去做饭了 他后妈当时猛闭的眼 看得我都想笑 饭好后 一家人就这么稀里糊涂地坐在了一起 不得不说今天的午餐真丰盛 我跟林思琴在一起好几年了 来过很多次 连个花椒肉都没吃到过 今天算是沾了光了 吃饭的时候 老女人有意无意地提了一下彩礼的事情 林子涛的女朋友爱慕地看了一眼林子涛 说道 叔叔阿姨上次我爸妈说的五十万彩礼 其实是气话 他们现在已经同意不收彩礼了 不收彩礼了 哎哟 那太好了 老女人高兴至极 可接着就瞥了我一眼 阴阳怪气地说道 还是贵府家里有钱 像我们这种没钱的 收彩礼才能给姑娘一个保障 郑林 你说是不是 话锋转给了我 我笑着点头问道 那婶子 您准备要多少彩礼 老女人没想到我敢反问 这时候说也不是 不说也不是 索性来了一句 你跟私情的事情 我们以后单独再说 别以后了 现在说 也好让我有个心理准备 我咄咄逼人 老女人脸色变了 就按这边的行价 十万 你满意了 没有 什么 老女人以为是她自己让步了 没想到我回答得如此果决 你连十万都没有 没骗你 真没有 一是我没什么出息 赚的钱少 二是我来你家 就得买好多吃的 用的 一分都没攒下 老女人 林子涛 林思情 他们三个人的脸色顿时全变了 都能听出我的意思 也听出了我是故意诉苦的 林思情赶紧安慰我 老公 家里的事以后再说 我一把甩开她的手 你都跟我坦白了 怎么现在还向着林子涛 听了这话 林子涛的脸色瞬间煞白 用凶恶的目光看向了林思情 林思情不明所以 尴尬的也不知道如何是好 扑斥 我突然笑了 哈哈 大家别在意 我看今天的气氛太僵硬了 所以调解一下 嫂子 子涛这个人挺好的 家里也不错 我作为一个过来人告诉你 可以交 是吧 思情 林思情大赦一般 笑着点了点头 是的 嫂子 快吃饭吧 林子涛这个女朋友 因为没接触过这个家 再加上单纯 应该是没看出来什么 吃完饭后 主动提出想在半个月后 办定婚宴 林思情他们一家 当然很愿意 我也十分愿意 刚才没有直接戳穿他们 全然是因为今天的场合太小了 怎么配得上这一对狗男女轰轰烈烈的爱情呢 回家以后 林思情又苦口婆心的给我做了一番思想教育工作 大概意思就是别怪他后妈以前的作风 把彩礼降下来了就不错 我是真想问问他 啥叫降下来 普遍都是十万 你还觉得这是恩惠了 我终究没钻这个牛角尖 默默策划起了半个月后的订婚宴 时光匆匆 半个月后 林子涛的订婚宴如约而至 他女朋友家里有牌面 选了一家五星级酒店 到场的应该也都是些大人物 各个风度翩翩 一脸富台 老女人早就来了 今天穿的居然是一身晚礼服 远远看着还像那么回事 可往近了一瞧 好家伙 就像是家鸡染羽毛 装孔雀呢 纯纯一副东视笑评的样子 人的气质是模仿不来的 强装只能让自己下不来台 但是这个老女人好像丝毫不在乎 拿着酒杯跟陌生老头 有说有笑的 全然不在乎老头嫌弃的目光 这时候我才发现 我那老丈人没来 跟林思勤一打听才知道 老女人怕我老丈人丢人 没让来 绝绝子 林思勤去帮忙了 我跑到后台找到了司仪 把早已经准备好的右盘递给了她 并告诉她 这是准新郎和准新娘爱情的见证 是一个名叫林思勤的姑娘收集的 司仪先生意味深长地对我竖了一个大拇指 夸在有钱人就是懂浪漫 浪不浪漫不知道 我就知道了 中午11点4时 订婚仪式准时开始 司仪走完全部流程 在互换订婚戒指的时候 她慷慨激昂地说道 爱是幸福的港湾 爱是各种浪漫的汇集 我有幸得到了林思勤小姐提供的 两位准新人的爱情瞬间 下面请大家一起欣赏 林子涛戴戒指的手 一下子就抖了起来 戒指掉落在地 不要放 她冲过去想阻止司仪 奈何司仪的手已经点了下去 整股主播疯子 那天拍摄下来的画面 直接呈现了出来 现场顿时一片唏嘘 一部分目光聚焦在了林子涛的身上 另一部分则聚焦林思勤 林思勤傻了就差找个地方钻进去 老女人方才脸上洋溢的笑容也骤然消失 慌忙站起来解释 大家听我说 这里面一定有什么误会 他们是兄妹 不会做这种事的 啊 兄妹 瓜太大了 宾客们精彩的表情隐藏不住 拍上 林子涛刚要娶进门的新娘 一巴掌甩在了她的脸上 丢掉戒指转头离开 林子涛慌乱地追了上去 老女人健壮 发狂一般把林思勤抓了起来 大嘴巴自猛杉 你这个死丫头 我是不是警告过你 林子涛远点 林思勤的脸被挠得跟血葫芦一样 她挣脱老女人的暴打 愤怒地跑到了我的跟前 郑林 这是不是你做的 恭喜你猜对了 可惜没有奖励 林思勤 分手吧 哈 我得意地转身离开 林思勤不依不饶追上来的时候 我来了一个180度大旋转 嘴巴狠狠落在了她的脸上 出轨你还有理了 好好想想接下来该怎么办吧 我当天搬家 拉黑了林思勤全部的联系方式 但是暗地里还收集着各种信息 因为好奇啊 然后我得知 林子涛不光婚式吹了 还被女方家里找人打了一顿 甚至明白告诉她 让她以后在这座城都活不下去 女方家里确实有这个实力 在众多上流人士的面前出了这等糗事 他们自然不会轻易放过林子涛 林子涛在这座城算是完了 其他的还得是林思勤 得知心爱的人婚式告吹以后 居然舔着脸回家求爱 结果被林子涛和他妈来了的组合双打 他爹都拦不住 最后他们母子卷走了林家仅有的几万块钱 跑了 林思勤心碎报案 他们两个被抓回来后 好像还在里面蹲了一段时间 有了案底的林子涛更加无可忍受 愤怒地把林思勤打成了残废 彻底放飞自我 进了大狱 老女人没了生活指望 上吊自杀 可惜 一对狗男女最终没能锁定在一起 这一段时间就会是在一起